嘿,这里是Qui 今天我将带你走进一个充满挑战与乐趣的项目 DIY一台贴片机 什么是贴片机呢? 简单来说贴片机就是一种将电子元件金币的拿起 然后贴到我们的PCB板上的一种机器 它的英文名是PMP 第一个P是Pick,拿 N是End 后面的P是Paste,放 所以它的工作就是拿东西和放东西 为什么要自制一台贴片机呢? 因为我有小批量生产我的作品的需求 但市面上的SMT设备价格高昂 它不像3D打印机一样普遍 其实很早之前我就想拥有一台贴片机了 以前我就想 它不就和这种FDN3D打印机差不多吗? 为什么那么贵? 但现在我做完之后我就明白了 接下来看看制作过程 看看它到底有多复杂 在搜索DIY贴片机时 最先看到的可能是Open PMP 这是个开源贴片机软件 但还得先有硬件呀 OK 那么有没有完整且持续开源的贴片机硬件呢? 我观察了有两三年了 我觉得最适合我的是Numen PMP 它是完全开源的资料齐全 还有完整的专配流程 所以我打算在这集鼠上制作 即便多年的实践成果 可以烧走很多弯路 通过3D打印 结合市面上常见的旅行材 直线导轨 皮带等配件 就能制作出一个用于运动平台的龙门架结构 最后将X手和Y轴的龙门架组装到位 尽量确保装配的比较好 然后测量和调整好XY的垂直度 整个运动机械结构就基本完成了 接下来是电器部分 和这里装的是两个真空泵和电磁法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主板 它与电脑通讯控制整台机器运行 然后我们需要接线 根据接线图制作长度合适的线材 将这个叫拖链的组件安装到机器上 它可以方便线材在运动平台中更加有趣的移动 烧录好固件后就可以通电测试了 可以使用调试工具验证新组装的机器 各个部件是否正常运行 确保整体功能没有异常 到这里贴片机的主要硬件部分已经完成了 但我们还需要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飞达 什么是飞达呢 它的英文名是Feeder 所以谐音飞达 实际含义是送料 它的作用是把一卷很长的元件 输送到贴片机的拾取位置 当然的我们要先制作飞达的主板 现在大家应该能感受到 没有贴片机的话是有多么累了 在给各个插槽写入地址后 软件就知道飞达的位置了 好了我们现在应该是可以正常上料的 现在只要我按一下这个按钮 它就会上一个料 因为各种原因 我选择使用单板电脑 直接固定在机器上 机器上还加了一个小小的触摸屏 这样我的机器在这 我也可以无限的从主电脑 或手机终端远程控制 在完成机器的标定和校准后 OK我们现在终于万事俱备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去试一下它到底能不能正常工作 好了这样的最后初始化完成了 然后还有一些校准的东西 它每次都会这样校准 然后可以避免到一些机器的误差 然后我们要定义它的mark点 mark点就是我们的电路板 因为每次放的时候 你可能放的有点前后倾斜 那么有这个mark点 它就会知道它那个电路板确切放的位置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启动了 然后我们点一下这个黄色的按钮 它就会一步一步的进行 看到没有它现在已经吸到那个东西了 这里有个电阻 就是现在它吸着的状态 然后我们继续点下一步 它就会跑过去底部相机那里做矫正 它就会识别出现在这个元件 它拿的时候那个元件本身有没有偏 偏了多少 然后它就会贴的时候去矫正它 好的这一步也没有问题 我们接下来进行下一步 好了 它就贴上去了 这个R1的位置就是它刚刚贴的东西 现在我们来让它完整的贴砖一块电路板 首先会用双面胶代替膝 这样一旦出现问题 调试会更加方便 可以看到这些元件都贴的挺精准的 刷上膝膏后就是真实的使用场景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明镜真正在 0.0 3 1 接下来是我改进的部分 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利用这个屏幕 我做了个软件实时显示工作进度和机器状态 它可以模拟吸嘴的动作状态 UI也很高端 实现原理是使用Open PMP的脚本功能 将数据传递到我写的软件 另外现在每次都会等待飞达送料后 才会进行下一个动作 所以我修改了Open PMP的代码 增加了一些可选项 让它的效率更高 飞达可以在被识取后补充下一个料 这样就不用每次等待飞达 相比之下可以看到 我改进后的功能可以将机器的速度加快至大约1.6倍 好了 这就是我DIY的贴片机了 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我发过一些照片 我发现挺多人喜欢这个粉色的 那么当然要感谢Lumen PMP这个开源的贴片机硬件 你可以直接在他们官网上面买一些零件 或者整台机器买 你也可以自己根据它的资料去3D打印 或者从别的地方买一些其他零件 然后自己组装起来 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也自己做了一些别的东西 像是这个Open PMP的监控面板 还有改良过的Open PMP的版本 然后还有飞达上面的那个电机的编码器 这些资料我都会开源在下方 然后其他的官方资料和链接呢 我都会放到评论区置顶 其实我一开始是没有打算做这个视频的 但我觉得我花费那么大精力做一台贴片机 从2023年年底开始 然后到现在已经2025年了 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有趣的过程记录下来的 Lumen PMP的原作者Steven 他也知道我会做这么一期视频 所以我希望我在这个过程中 遵守了全部的开源协议 没有一些忽略或者疏忽的地方 然后谢谢大家的收看 这里是Kurray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